将修行落实于生活,将佛法应用于人生,欢迎来到禅心学院,聆听达观师父教会,开启智慧人生。 唱谈六祖谈经七十四,句足一切,整理者心灯,读诵者心音。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凡夫之所以会往外追逐,就是因为一直觉得自己少了什么。 有时候,你觉得你少了物质,所以你要拼命去追逐一些金钱或外在的东西。 有时候你认为你少了别人对你的关心,关怀,尊重,了解。 所以,你想尽办法,希望别人肯定,鼓励,关心,疼爱你。 你也觉得你的学问,精神十两,佛法都缺乏。 总之,不管是身还是心,你种种都不足。 甚至你会觉得,连上天都遗弃你,你的内心世界就是这样的。 我说,你是国王,你偏偏不相信,认为自己是乞丐。 跟你说,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你却偏偏说,我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 是你跟自己唱反调。 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说有一个天使,他的使命就是满足人们许下的种种心愿。 有一个人,他有权,有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子女。 有一天,天使遇到他,问他,你要什么? 他说,我要幸福。 天使想了一下说,好,你要幸福很简单,我就将你所有的一切夺走。 当一切被夺走之后,他苦不堪言。 有一天,他又遇到那个天使,那个天使告诉他, 我现在在将夺走的东西还给你。 在还回来的那一刹那,他终于得到了幸福。 问题是,他本来就是那样的人。 他拥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幸福。 只有在失而复得时,他才能感觉到幸福。 如果你知道自己具足一切, 你当下就可以安住,但是你就是不明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你觉得自己明明就是没有,为什么六祖偏偏要讲具足呢? 例如,你认为你明明没有钱,为什么说你已经具足了呢? 六祖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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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比如说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怎么有可能 你不生气 不就有可能了吗 你佛法不懂 那你不会生起精进修学的心吗 凡是有形有相的东西 都是要用你的这一颗心 去展现的 按照这样的方式 你一一深入去思维 直到有一天 看到你什么都有 你真的具足一切 你有关心 有肯定 有慈悲 有幸福 有快乐 因为你脑袋的关系 让你什么都不是 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私自利 人面受心 面目可憎的人 甚至 连你的潜意识 都讨厌你自己 只要有钱可以解决的 都不是问题 很多问题 是因为你内在的价值观 妄想 执着 执着 邪见不能破 让你一无是处 让你穷困不堪 让你自爱自怜 让你孤僻无助 让你觉得自己 好像是个躲在墙角 哭泣的人 现在的人 为什么不知道自己 具足一切 他为什么需要整容 包装和衬托呢 一个人 越需要外在的东西 来衬托他自己 他就越自卑 问候思维 你的内心 是否觉得自己不足 而常常有所求呢 是否觉得自己不足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和勇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师开示 感恩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情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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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